肌肉蔬菜辣椒在锅里利落翻炒 西功堡上菜了 化身大厨大展身手 综艺咖白云首度跨足餐饮开麻辣锅店 说起话来还是不改搞笑本色 我们是客制化的 可以从微微微辣 到超级无敌世界大辣 再不辣的话 先讲好我们洗手间不多 麻烦到隔壁界好不好 强调特调汤头也能客制化 不过大家印象中圆滚滚 剖腹喜感的白云 捡了四十几公斤后 身形瘦了不少 以往通告满档 现在反倒是用心经营副业 白云野苦探 原本是不少节目的固定咖 一级通告费一万五左右 但新秀拼低价 约三五千元抢下通告 低价薪酬席捐演艺圈 如果我们降价的话 到时候被这些新的骂死人 那我们就另辟这个新的一条路 砸四百万在美食超级 战区西门丁卖麻辣锅 主打吃到饱的压低成本 开在二楼三楼省电租 综艺咖纷纷当起老板的 还有他 经常在康熙来了 不避讳大谈绯闻女友的KID 砸下两百万元 卖自创品牌服饰 不开实体店面 而是进购网购平台 就连拍摄形象照 还特地找来许维恩一起合拍 欢迎许维恩 成功创造话题 综艺圈竞争激烈下 A咖B咖卯足了劲 丽萍在副业窜出头 记者成家李文科台北报道